HELLO 大家好,我是我Philip 一向我都很喜欢夹娃娃,但由于我夹娃娃的技术一直都很麻烦 所以我都没有拍过夹娃娃的影片 今天有幸找到一个夹娃娃好的人来教夹娃娃 但喜欢术社的副社长,现在不要说那么多 立刻上去看看他准备好了 又要打咬你了呢,特地姓You 要习惯 这个阖子有很多场台,这就是做相待的是容易 Mitchell 可以传愿墨的地方 Second area 它都會蓋的,因為爪是合起來的 所以你夾邊是有機會蓋的 還有有機會是不會掉走太遠 所以這些是比較適合新手嘗試 那如果你有機會撕這些位置 它有機會蓋的話就不掉了 可能就會出貨了 這個我們都叫食壺位的了 這個位置 嘩,要有一點技巧去做 等一下,現在我斷猜 我斷猜先夾前面的位置 先夾下來 先夾下來 啊,拿回來了 然後,然後就... 有機會再打回那個位置 輪回,師兄好嗎 現在輪回中 我們來示範一下 這個拐砍了,交代如何打 嘩,現在上了擋板了 嘩,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啊 我剛才弄那麼久都弄不到 剛才都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夠薄,它就沒那麼刁 其實剛才已經不是很薄的了 好彩,其實有一點好彩成本 好像暗黑的那些 然後怎樣打呢,這裡有點尷尬 你可以慢慢撕它 對,把它撕過去 這樣就出過了 對,就是這樣 對,就是這樣 稍微學先 同樣的位置 你瞄著那條膠袋邊 就是這個膠袋邊 對,還有一個簡單的甩爪 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前後收 收 前後收 對,可以容易收的 你可以落爪的時候 按一下,然後按第二下 就會收 好 前後收 OK 這樣會鈍 試試先 欸,差不多了 但是拍數 對的 拍數錯了一點點 爪向後才收 如果我不錯,我不甩爪 我只夾膠袋邊 它可能最低限度是原地放 放 因為你撞的話 你的天車就在洞口上面 原地放的話 就有機會多些 嘩 嘩,現在都有機會押 嘩 嘩,掉了 成功了 是不是 有感覺了 就是說 有人教 是怎樣都好 好過自己慢慢地淺 現在 學有少許所成 試試找其他台 我們試試玩其他台 我試試玩其他台 這個呢 其實都算是一個半山燈台 通常 那些人 或者客人 打到這個位 不是我們夾客 打到這個位 怎樣打呢 我來試試 你會怎樣打呢 那它到哪裏 我當然是直接夾它 這些就 這樣 這樣 好 爆了 它又進去了 我試試看 剛才的招 這樣嗎 對 兩拍 還進去了 因為它落爪速度 我看到 其實是算慢的 算慢的 其實它呢 因為它夠兩拍 我們可以試在後面 用脫爪 好 這個 我們叫做脫爪 通常這些位置 用處理方法 夠拍素 就脫爪 咦 推了出來 你又用了逆推 這是另一招 嘩 包了 可能都出到呢 嘩 拍了出來 所以你感覺到它的Rifron 大家都有玩過音樂 大家有玩過音樂 好嗎 這個有Rifron 向後的一下 有一點點感覺 有感覺 有感覺 放近一點 放近一點 然後脫爪就中了 爪更厚 再厚一點 再厚一點 一個脫爪也夠 再厚一點 再厚一點 咦 像樣 再過一點 我覺得有點像樣 對 你整個爪是吊鐘地撞到它 這樣 這樣 再厚一點 然後你也要把這個爪也行 好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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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都是小逆推 但你都大概清楚 如果打這個位置 打他後面 今次到這為止 真的很感謝副社長和書記 因為他真的教了很多東西 多謝副社長 好的 謝謝 拜拜